柿子柚子香蕉造型月饼 除了外型仿蒸 豆沙馅也混着果干蒸材食料 迎接中秋送礼旺季 花莲老字号饼铺一个档期 也即就能标破2000万 我们把香蕉弄成这个香蕉干 然后搭配在这个豆沙里面 它的香气是很自然的上发出来 所以就非常的好吃 我们蛋卷把它做圆形 在220度的高温尖盘 一个一个折出来 5秒钟它做出一颗蛋卷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很多的订单其实在中秋前已经快满 科技厂 联发科跟联店 联店一次帮我们订了 400多盒的一个凤凰卷 吃腻了传统月饼 改良的蛋卷塔 用牛嘎糖配草莓果干 深受年轻人喜爱 每到中秋销量都是平常的2.5倍 另一家月饼有金轩柑橘 乌龙脆梅口味 馅料口感大升级 因此价格也从一颗68块涨到100块 因为我们的原物料的话都是使用好的东西 刚才有它原本是600多款 然后现在挑战一桶变成来到破千元 目前中秋表现的话还不错 所以说买器不受价格影响 奶黄流星月饼甚至能卖到破万盒 只是小小一颗50克就要110元 消费者能接受吗 蛮贵的 好吃的话我买一颗还好 目前的45块以上还勉强可以接受 超过多少就不会烤 70 看到价格难免要想一下 但花莲百年老店最便宜的小月饼 一颗35元最贵50元 却还是被客户嫌贵 我们这几年有承受到原物料账价的压力 有过去堆叠下来的一些中时顾客也好 还有一些固定的订单量也好 还是有在支撑 尽管利润越来越薄 但就怕一涨老顾客不买单 坚持动涨十年 也让天团五月天一定就是70万 支持传统美味继续飘香 新闻唐姓胡琼恩 提报导